继续我们后面学习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编辑多名型当中编辑边界的使用 那在学习这些面子之前呢 首先呢我们要对边界的概念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边界呢专门指的是一个开口造型 那如果呢我们是一个封闭球体 那这个球体当中呢是其实是没有边界这个次级可供我们选择和进行边界的 那我们在地方来说一下 以插户为例我们创一个插户 那插户这个对象呢在经处理之后 把它转成多名型处理之后 那我们对它边界进行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它专门指的是开口 我们二键加X键来观察一下 弧嘴的位置 弧嘴里面 还有弧盖 以及我们的弧身的上面 以及呢像我们弧霸两个地方 注意到 那这个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边界 我们只有这样的对象才可以进行我们的后面的边界处理 如果呢我们处理的是一个由平面创建 或者由二维线转成这种平面处理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对象 对于这样的对象我们的边界只有一个 OK只有一个 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面经一个删除处理 我们把一个面经删除了 这时候边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而且呢在这地方来 如果我们将中心的面经删除 注意这个地方呢会产生两个边界 对这是一个里边界 然后这是一个外边界 OK有了关于边界概念之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球体 那当前这个球体呢 是一个完全封合的一个球体 只是将它呢转换成了可边界多边形 那对于这样一个球体来说呢 其实是没有我们的边界可跟我们操作的 我们在已经操作的时候 我们通过多边形边境命令 删除掉其中的一些表面 OK 然后呢将这边表面已经删除处理 好 然后呢通过删除面的方式呢 我们故意做了一些个我们的边界 然后我们呢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这里面的第一个命令 选择边界 那第一个命令呢就是我们的挤出命令 这个呢和之前所学挤出到底是完全一样的 选择这个T型的边界 然后呢我们可以为它挤出 挤出处理 挤出的时候呢 一个呢是我们挤出的高度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挤出的一个 底面这个底面宽度一个大小 选择它之后可以在已经调节 OK这个也可以已经调节 OK 插入顶点 插入顶点和我们边级别当中所用的 插入顶点倒是一样的 点完它之后呢可以在边界当中插入顶点 然后呢非常方便的可以做一些点的这种连接命令 OK这是插入顶点 切角 选择之后呢可以为这个边界进行这种切角处理 可以是一个切角操作 OK 分口 分口呢是我们在进行多边形边界当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操作 如果呢我们这个造型做完成之后 然后呢我们突然间后悔了 我们说这个地方呢本应该封口起来 那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选择边界 然后呢选择这边界 然后呢为它呢点击封口 当然呢为了快速实验这个效果 我们一般说来都是选择它之后 起手标右键 这里面也有关于封口的选项 如果呢我们是在编辑级别 那这个地方的默认状态下的工具2 这个里面就有关于封口这个操作 点击它之后就可以了 OK 但是呢我们也会出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虽说我们为这个对象呢追加了这个封口的处理 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布线呢并不能很好这种顺延下来 这个地方呢要用到我们之前所学的知识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别里面的连接命令进行连接处理 OK 然后呢连接处理 这样才可以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还有一个操作 就是说当前这个面呢 虽说进行了这种面的连接处理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和原油表面呢是不进行这种光滑组的这种平滑处理的 那还需要为我们这个对象呢选择之后 尤其是进入面级别 选选所有的表面 在后面的视频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学到一个叫做多边形当中的一个叫做平滑组的概念 我们必须呢为它做一个自动平滑的一个处理 那这样的话呢都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才能得到一个较好的这种平滑之后的结果 OK那这个是后面一个内容 我们会来后面视频当中进行讲解 这个地方呢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封合好的面 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二次的布线 并且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平滑组处理才可以 OK那这个呢是关于边界级别里面的这个封口命令 好在后面一个命令呢是关于我们的连接命令 连接命令呢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是这样一个操作我们选择它之后 如果我们的边界是一个T字形的这个效果 它是有意义的 我们选择这个边界然后呢点中它 然后呢为它呢做这种连接处理 其实呢它是我们顺次选择这个边 那我们在进行选择边的时候呢 这条边和这条边被选择之后 我们可以为它呢追加这个连接处理 但是如果我们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的边是一个像这样的效果 注意刚才在进行制作的时候重新留了一个就这块 那如果它的边界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对它呢这个连接命令是没有意义的 对点进它连接之后我们会发现 点到之后没有什么效果 关键的是我们的边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顺次进行选择 没有产这种折角的转折 所以这个地方呢即使我们将边界进行连接处理 它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在进行使用连接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孔洞连接是没有效果的 不要认为连接这个命令是不能被使用的 当你出现这种连接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这种作用 OK这是一个连接 在后面的是一个桥 桥操作来说呢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选择之后呢我们穿一个boss方和 OK然后呢将这方和呢做一个处理 然后呢我们将其中的一个方和分担数改成一乘一乘一的分担数 将它的右键转换成可编辑多边形 然后呢将这个面删除 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对象当中来 我们将这个对象当中的其中一个面经删除 哪个面都可以有点多边形 我们也把它一个面经删除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希望这两个边界之间产生一种桥的连接 在经使用的时候呢注意 默认状态下这这个和这个之间是不能进行连接处理的 为什么呢是两个对象 a对象b对象 这两个对象之间是不能做这个操作的 选择一个对象 附加 附加给这对象 这时候呢我们边界是在一个物体的内部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桥的处理 点击桥 这样才可以进行处理 OK没有问题 但是呢在经使用桥的时候呢有两个注意问题 就是我们在进行桥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线的分担数 那大家注意到了 我们在经处理的时候 那这个对象是一个 在经处理的时候追加了我们的二乘二乘二的分担数 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口其实是一个四边面 一二三四是一个四边面的开口 这边这边呢也同样是一个四边面的开口 那在这两个之间我们是可以很方便的 使用这个桥的方式进行一个连接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经处理的时候呢 为他呢追加一些个分段数的划分 会有我们带来一些麻烦的事情 连接 连接 OK我们对他进行连接处理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八边面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四边面 我们对他进行处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给点上他 然后呢我们对他进行桥 虽说呢桥的效果是可以完成 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将作为一个合并点处理 我们这边点多这边点少 所以他会两两点进行合并 然后呢再次和我们之间产生这种桥的效果 OK分段数我们可以为他呢进行一个分段数调节 并且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追画面对他产生这种追画效果 而且呢还可以决定我们在经追画就会偏移 左边追画多一点 还是右边追画多一点 OK当然呢我们还可以进行这种平滑处理 一般说来呢在进行平滑的时候 这个数字不要给太高 太高之后呢 呃这个地方会出现这种黑面的现象 其实呢他在已经处理的时候 是将这个面进行这种强化强行的平滑处理 所产生的黑面 如果呢我们不想看这黑面 我们只要将这数字进行降低就可以了 OK关于平滑的概念 我们会在后面章节当中再进行讲解 OK最后的时候还有扭曲 我们可以让一扭曲或者是二扭曲 这个呢主要是改变了一下 我们在进行呃 桥接的时候呢一个对位点的处理 OK那这个是这么一个关于桥的这么一个操作 OK嗯在后面一个内容呢是利用选择内容创建图形 利用选择内容创建图形呢 和我们在编辑约当中所学到的是一样的 选择这个边界点下这个按钮 然后呢选择线性方式点决定 这时候呢我们会多出一根样张像 方便我们后面的编辑和操作 OK啊是这个 那关于编辑当中的其他一些数字呢 都和我们之前在编辑被当中所学的操作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他呢 直接进行调节就可以了 值得一说的就是权重值在进调节时候呢 他必须针对于我们的编辑时候呢 使用的NURMS 是这种 使用这个NURMS细分采取作用 如果呢我们使用的时候是涡轮平滑 这个操作是不可以进行的 所以在进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需要多点注意一下 好最后的时候呢 他依然和我们的编辑被一样 有一个拖拽复制的功能 如果呢我们在进操作的时候 希望精确的一些个点的对位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按住税务件的一个拖拽复制 然后呢再通过一些点级别的焊接命令 或者编辑别理的焊接命令 对进行焊接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和编辑别当中 有着一个相同的操作 OK那这是这么一个处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